哈囉我是佩莉 上次呢網友來敲門好多人熱烈的回應喔 看來大家都很喜歡這個單元齁 今天呢算是造福你們 我邀請的網友是一位跳啦啦舞的 所以我覺得打扮也充滿了青春火力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在觀看美妝保養的節目的人 年紀其實都蠻輕的 所以希望來一點年輕的打扮 或者是像你看跳個啦啦舞應該常流汗吧 如何在流汗跟很熱的情況下 你還可以有一個漂亮的妝容 這是我們大家可以學習的 好 我們一起來期待吧 哈囉 歡迎光臨 進進進進 好 好 學學這就是我平常拍片的地方 超穿越的 你是跳啦啦舞的對不對 我也是競技啦啦隊的 啦啦舞跟啦啦隊有什麼不一樣 啦啦舞比較適合那種 就是韻律體操或是多人整體性的 技巧比較注重 就是旋轉跳躍啊 肩拔腿 那你跳啦啦舞跳多久 跳了大學四年 每一天還蠻好的 看起來是那種有扎實的 有點肌肉但是有點鬆弛 所以平常也會做運動 對 平常會有 還是會陸陸續續 會有一點維持的那個 核心肌群的努力 了解 因為像 玄玄是跳啦啦舞的 常常都會滿身大汗吧 因為很多玩偶的問題對於化妝 就是覺得說會流汗 然後容易出油 可是 就是必癌 必癌 常常都會跳舞 那你的化妝步驟上面 是不是有什麼可以加強 不要讓你的妝容花掉 因為舞台妝的話會比較濃 所以在於 舞台妝的話 是後面定妝的部分很重要 就是能定比較厚 對 但是我們像一般妝容的話 我會比較注重於在保濕的時候 是在妝前可能會擦乳液 或者是保養品 差多一點 讓我的肌膚抓妝力 比較持久 總而言之就是妝前保養 然後底妝 然後定妝要非常扎實 你自己有沒有引以自豪 你覺得是什麼地方跳得最好的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一定是我的眼妝 因為我覺得一個人的靈魂之妝 非常的重要 真的 眼妝能改變靈魂的形象 真的 你等一下一眼 就有點抓住 可是 你今天帶了假睫毛 應該不太算吧 No 我沒帶假睫毛 真的嗎 真的 你沒有接睫毛 完全沒有 就深睫毛 看起來好長 好厲害喔 一定有小朋友 而且色皮膚非常重要 那就快快快快快來分享一下吧 這個我也有 我有兩支 我兩支 我這樣一直可以用很久 我有三支 真的超好用的 真的 真的是睫毛的救星 真的 完全死 因為一般的那種電熱睫毛器 是裝電池的 溫度沒有這麼高 然後又一直換電池很麻煩 就直接插電 重點是久不下 重點是久不下 那也是本身的睫毛條件也還蠻好的 那來 睫毛膏嗎 對睫毛膏 大家應該不陌生吧 這是我唯一會用的睫毛膏 耶 我們家裡有時候是怎樣的 真的超好用的 真的是 這兩膏都在一起 只有這個新俏麗的鮮長款 它可以讓我睫毛膏 因為它比較乾 對 老實說它就是比較乾 所以它可以翹 如果說你今天睫毛膏 你一打開 是整個很濕的話 基本上一刷就塌下來了 而且狗在一起 對 就算夾著再翹也都會塌下來了 所以真的 這個是好貨 天啊 你有帶眼線嗎 因為眼妝 對我眼線很厲害 對那眼線應該也是厲害的 我的眼線 就趁機多介紹給你 也是不會脫妝的那一種 嗯 眼睛會有一點 使用有點久了 我 我看不出這種 可是我已經化可全部掉了 這不是那個Maybelline的小金蓋啊 不是耶 不是耶 反正就是它也是不會脫到眼線 因為有時候眼線弄久了 它下面又變黑眼圈 好 我來找找看 真的 所以眼線就只用這個畫面 對啊 對我只用眼這個 眼線 好啊 好那我們現在請雪雪直接在化妝台示範它 怎麼樣把睫毛弄翹喔 好現在呢就擦墊之後 先把睫毛燙出捲肚 中間跟後面的部分啊 就可以把它這個 行程90度這樣燙 嗯 會比較有那個弧度 前頭是最難燙的 對 稍微壓一下 那我覺得我就差不多了 然後再加上 史上最長的睫毛膏 每個一定有必備的 真的 就直接把它刷上去 不要以立志型的刷法 欸嗯 看到我的刷 因為這個睫毛膏它雖然是鮮長款 可是你先用立志型然後把它刷出濃密感 這樣子其實它就會濃密又鮮長 嗯 像我平常就是它乾完之後我會再燙一層 嗯 讓它弧度更明顯一點 對 對 對 因為有些也會捲在一起 我就會用小梳子把它梳開 嗯 這樣就好 我知道大家一定會問這個燙睫毛器 請上網搜尋王銀橋 因為是我當模特兒的時候 王銀橋彩妝師他就在賣了 然後寫碩的時候 我有請他當推薦人 因為我真的是覺得他太棒了 然後這個東西也真的超好用的 我用了十年以上 所以我用兩支 其實玄學我看你的照片 我都以為你還蠻高的耶 因為我是矮人臉 所以很多網友都以為我可能個子不高 可是其實我168 那你的 哈哈哈哈 我覺得你好像也是差不多的身高 你168嗎 對啊 我啊 真的才160而已 哇 那你的照片都是騙人的耶 你們照片看起來好高喔 穿搭重點很重要 真的 那有沒有一個 矮個讓人家看起來變高的 穿搭最重要的重點 那我要講一下我今天的穿搭 那我穿搭的重點就是比較休閒妝 要帶點甜美的感覺 而且是比例非常的重要 像我就是比個子比較小的女生 或者是下肩比較肉的女生 就可以選擇我這種A字群的短裙 就是他的腰部是比較貼合的 然後但是他用的遮險出你下肩比較肉肉的感覺 像我今天選擇保守黑色 上半身就可能選這個亮色性 或是粉色系的穿搭 我今天選這個粉藍色的 然後它是針織的材質 然後袖口是有點小老爸 然後重點是它前面是feeling 就是讓feeling呢 讓我們的臉看起來比較尖 然後又能露出我們女生的很在意的鎖骨的地方 第一個重點來囉 就是有點小性感 但是它有點 它也是feeling材質 可是它有點小性感 它是綁帶的感覺 鞋子的很隨性 很多人約會穿搭 約會就可以讓人家拆禮物一下 真的 就有若影若現的感覺 然後之後整身呢 就是下面要配一雙那種有一點跟的靴子 對 可是我覺得下次feeling的衣服的話 其實也很適合就是再打一個頸鏈 喔對不對 比較有現在的那種 比較時尚流行一點點 好可愛喔 這個新買的第一個用的人 然後 韓俊男主角然後幫女主角別上項鍊 哇這個背影好美喔 有沒有好看喔 頸鏈真的是每個女生都必備很多條一下 真的 好像還想說 一個小小的點綴 就能讓整體的加分 對 這個好好看喔 買的真好耶 真的嗎 可以買 好啦今天既然有人在這邊做客 那很多網友留言 想要看千斤聖誕組合的十二色唇彩試色 完全就是調色團 調色團 真的 全新還沒有用過 因為反正我自己也要拍試色影片 那一個人試色其實蠻孤單的 我們一起玩好不好 好啊可以啊可以啊 我們不要那麼無聊我不想讓你選色 我們就閉眼睛然後隨便亂抓 真的假的 這就可以 是到你平常不會買的顏色 有沒有很刺激 很可怕 好好玩喔 好像整人都 好多 會不會過了這一集就沒有人想要來玩了 而且小小的衣服好可愛 好 我先混一混 不是是眼睛閉起來 眼睛閉起來 好 你先抓一隻 這隻好嗎 就這隻了 好 第一次選 還可以 還可以自然的自然 可以沒關係 你左上 右上 我不要 好 我兩個是不是有點 我的比你還深咖啡 我有點偏橘的 怎麼駕馭啊 嗯 其實塗起來 沒有想像中的恐怖欸 因為它很滋潤 對啊 因為我顏色是我平常會使用的欸 對啊 它看起來 還蠻深咖啡 可是 你看塗起來其實就像豆沙色一樣 嗯 你的也是 是屬於比較暖色系的 所以它算是比較護唇膏 然後有潤色效果的感覺 對啊 顏色可以接受 還蠻好看的齁 好 我們現在卸掉了 我們再來抽第二隻 好 好 這隻非常好 好 好 眼睛喔 這個好嗎 這個 嗯 絕對有點目不好 這個 這個 也不錯 嗯 這個 很桃色的 好美喔 好美喔 你應該會想看吧 桃桃色 跟 桃桃色 好 欸 也是很滋潤的護唇膏感覺 因為我想像的很深欸 對啊 嗯 可是這也是 還算是桃紅啊 這真的有桃紅啊 這感覺有點 紫紫粉粉的 嗯 好 不是我想像的那種大紫色 欸 完全不像欸 那個比我還不顯色啊 怎麼會 我桃桃色真的有桃紅齁 嗯 這好像是一般的護唇膏 的感覺 它真的太滋潤 我覺得它可以當護唇膏使用 這個你包包放這一隻就可以了 16號 欸好美喔 原來是這樣 我愛上這隻了 等一下都送你 真的嗎 你試過的你就帶回家 好了好看嗎 嗯 好我們現在唇洩掉了 我們再來挑戰第三隻 需要點意見嗎 這個好嗎 想看這一隻嗎 不錯不錯 這隻不錯 有點大紅嗎 這個像是 早紅色的感覺 可是我猜 以我們剛剛的經驗 它會變更淡 搞不好是漂亮的豆沙色 所以它是 剩色的就變淡色那種感覺嗎 我猜啦 我猜啦 不知道啦 換你換你 好啊 欸 這巧克力色嗎 好啊 好啦我覺得不用擔心啦 就是抽到好像顏色很深 可是搞不好塗起來不是 對 剛剛就很自然 直接試給你們看 嗯 好自然喔 它每次真的都很滋潤 對啊 你看我一跳 喔好美喔 我只塗了下唇 可是怎麼跟我本身的唇色好接近喔 而且它有點shinyshiny的感覺 好漂亮 這系列真的是看它的顏色跟試起來 差好多 都一樣 所以我覺得是需要試色 我們自己挑一下 妳還蠻感興趣的顏色 試手上給大家看一下 好 喔 橘色就很顯眼啊 欸 真的是鎮橘 這是鎮橘 是鎮橘 這很顯色耶 那我至少是有偏 桃色嗎 這個好顏色好可愛喔 baby粉色 這個看起來就是有點 baby粉色就是護唇膏的感覺 顏色好淺喔 而且每個顏色都有光澤 真的 那我看一下這一個 好 大紅好了 看紅色真的紅 紅色 欸紅色也是很顯色的 欸 欸為什麼現在拿的都很顯色的 對啊 真的 我們來剛剛試真正的紫色看看 好啊妳看看它 欸真的 欸 真的是紫耶 有欸這就比較紫了 真的 還是有很深的顏色 它有分 我覺得是應該差不多不同系列 然後它混在這裡面 所以應該有一部分是超顯色 然後有一部分就是 比較水感的 應該是這樣吧 所以中途 好啦好啦好人就做到底吧 我把剛剛沒有試到顏色的 全部都試在手上 給你們看一下 有興趣可以自己去試試看囉 好 好謝謝玄玄 好 下次的玩我來我家 誰要來我家 悄悄們的 都歡迎留言給我 然後或者是想看什麼主題 或者是想看我邀請網友做什麼 耶 來跟珍惜泡照報名 好 好 直接覺得好玩 超好玩 真的好謝謝 Belly泡超漂亮的 謝謝 你也是跟照片長得差不多 只是矮了一點 OK 這我接受 哈哈哈哈 好 喜歡影片可以幫我們按個讚 然後我們記得要訂閱頻道 就可以直接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喔 然後對於網友悄悄們這個 呃 單元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留言給我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一個人很喜歡的 大家要請按個讚 呢 請按個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